接下來跟各位介紹一個IPCC的一個2007年的報告 它會定期就會發布一份報告 我用的是比較多年以前的 因為這獎勵寫一段時間的 2007年的發布的 全球暖化對世界的影響的報告 第一個就是 少數地方的穀物可能會增產 但多數的地方穀物會怎麼樣 農作物會減產 減產就是會有所謂的造成飢荒的問題 農作物減產稻米之類的會減少 然後呢上升之後呢 就會有一些水荒的問題 水荒的問題 會有些水荒 就是在亞洲的第一個部分 接下來就是海面上升 洪水、稻冠、維泥支撐、傳染病會變多 傳染病會變多 OK 再來就是西邁阿爾山 冰川融化 融化的時候會造成洪水到土石流 然後 冰川沒有之後 他們用水就會缺乏 他們用水就會缺乏 就是他們的問題 OK 再來就是 在大利美洲冰河消失 熱帶雨林會減少 熱帶雨林是被稱為地球的肺 提供我們很多的氧氣 所以它的減少對整個全球的那個氧的供應 是會有很大的影響 很大的影響 OK 好 然後呢 這個滴蛙的地方會死翹翹 被淹沒 淹沒滴蛙的地方 它是一個寫的東西 就是在我們的講義的後面 第四十七頁 有個帕滅底 吉里巴斯全國想搬到北濟 就是南泰尼亞很多的小國 都是那個珊瑚礁那種 珊瑚礁的 所以海水一旦上 他們全國都被淹沒了 淹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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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見了 所以這樣子 OK 然後呢 巴拉瑪運河無用武之地 因為以前北極過不去 所以一定要走旁邊 所以走巴拉瑪運河穿過來 然後呢 現在如果北極兵容了 我們就可以直接走北原大原航路過去 省時間 省時間 省金錢 省油 這對某些國家而言是他們的機會 所以現在北極現在很多國家都插旗子 啪 這是我的 啪 這是我的 為什麼呢 因為聽說北極下面很多的礦產 以前冰封 沒辦法開產 現在冰化掉了 可以開產 去搶地盤 戰地 戰地盤 所以這個是一個都是我的 然後呢 航商覺得很開心 因為以前北極不能走 一定要繞一圈 現在呢 我們可以走 可以走 可以走 我們可以走 所以對某些國家可能是有好處的 獎勵的45頁有一個格林蘭的故事 格林蘭故事也是一樣 格林蘭以前都是全部都是冰 所以啥事都不能做 現在冰融化了 很好 好 可以有原藝業 可以有畜牧業 可以怎麼樣怎麼樣 唯一不好就是那個拉雪橇的斗會失業 因為已經沒有雪橇可以拉了 沒有雪橇可以拉了 所以 對某些國家而言 這個可能某一點是商機 是商機 是商機 OK 然後呢 地中海是一樣 會妨礙發電 做觀光影響 幹嘛去阿爾卑斯山啊 滑雪啊 沒雪了 要去看看嘛 順便看住 OK 好 所以呢 雪不見了 不用不去了 不用不去了 OK 好 澳洲 大寶礁太熱 大寶礁傷不得死 翹翹 然後熱浪 土石流洪水的災害 然後非洲就會造成 雨水不足 然後呢 減產 農業減產 然後呢 就飢荒 營養不良 然後呢 小麥就不見了 沒有了 然後呢 很可憐 他們應付全球暖化要花錢 可是他們根本就 沒錢 沒有錢 國家很窮 沒有錢 做這些事情 就會更慘 所以呢 整個 全球暖化 整個自然生態 然後呢 都會受到影響 艾爾卑山 冰山消失 永縱成 懸賞 還有北極的湖冰 這個大家 都聽過 那個可憐的北極熊 以前 站在湖冰上 找東西吃 現在沒有冰了 所以開始就 找不到東西吃了 就餓死掉 然後呢 覆蓋 水資源 水資源 的供應 會出問題 會出問題 然後呢 洪水的災害 然後呢 升到一度 就會一些疾病 會增加 因為動物會死 翹翹 翹翹 然後呢 如果到兩度 就會更慘 就這樣這樣這樣 好 所以最嚴重 會五分之一 受洪水影響 十一億到三十二億會缺水 大部分會受汙蜜菌 然後量產會減少 那這個叫做所謂的環境難民 因為環境變遷受苦受難 環境變遷受苦受難 環境難民 環境難民 OK 好 所以呢 原來呢 有旱災的地方 更旱災 差點有更多水 就發發發發發發的問題 就是IPCC的報告 比我們的課本原產多一點 讓各位做一個大事實上了解 要告訴你說 一旦全球暖化之後 如果它問題不解決 它會很嚴重 會衍生出很多很多的問題 讓各位能夠理解